很有趣 他就說 哎呀呀 好像人一樣 他擦了啫喱 然後滾著你看 好可愛 希望他沒事 他那麼乖 24小時動物醫院另一個繁忙之處 就是因為大部份病人都是突發的個案 這邊Dr.Erin還在搶救倉鼠 另一邊我們就要準備 迎接另一位急症的病人 女生在搶救倉鼠 OK 精神還好 不過留了很多 手都流出來了 手 剛剛好 也挺多的 不是 我的藥絲 我想他也很旁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那些是 海膽 我們之前看到那些是一顆海膽 他是都 謝謝 現在是聽他的聲調 看到了 看到了 後腳 後面的褲子看到了 抽醫生的褲子 看到了 是不是都可以紅色 嗯 主人電話說是剪指甲的時候 會剪成整隻 對呀 我也覺得 不過現在停了的 他很乖 對呀 他很乖 他真的很乖 他很乖 他沒有起刺 他沒有起刺 今天他沒有咬人 對啊 加油 Gymes也很低 很會刺激 同樣 動褲 好 等一下 好吧 對呀 Stupid 好 止手血 OK Thank you 繼續保暖 休息一下 辛苦了 對呀 對呀 他就這樣 哎呀 好像人一樣 就是他塗了啫喱 然後捲著你看 好可愛 好可愛 希望他沒事了 他這麼乖 我覺得最深刻可能是 因為我曾經有養過的寵物是 真的臨急臨亡 需要去看醫生兒 然後他最後離開了 我覺得這件事是 對主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威嚇 你可能會去怪自己 但是在這裡的 每一位醫師和護士 都是盡他們最大的努力 去拯救和他們的專業程度 其實這種安定感和強心針 是對養所有寵物的主人來說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24小時寵物醫院的存在 是很珍貴 很珍貴 至關重要 是一種守護神的感覺 1Degree 可以以保險呈軒動物守衛隊 星期一至晚上10時半 ViuTV